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地面展区 空军展示了新一代作战装备体系 其中一组名为翼龙的无人机系统 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翼龙是一款中空长航式侦察打击一体化的无人机 他可以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下 长时间在监控范围内搜索和巡逻 操作人员在数百公里甚至数千公里以外进行控制 获取情报 在他身上接待了多种武器 发现目标后能直接迅速攻击摧毁目标 他的精准打击能力 让敌人无处可逃 无人机过去更多的任务使命是用于侦察 因为它能够长时间的在空中滞留 那么现在的无人机可以挂弹了 那么自己发现目标它就可以自己发动攻击 这个时效性就大幅度提高 特别是对那些时间敏感性的目标进行侦察机非常有效的 与有人机相比 无人机作为新兴的空中力量 以临山王 非接触 地面远距离遥控作战等优势 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战场上的态势 损息万变 很多目标它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 那么在以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发现了目标以后 我们会召唤有人机来进行攻击 这样的话可能大概需要二三四分钟的周期 很多目标这个时候就已经消失掉了 战机稍纵即逝 仅仅具备侦察能力的无人机 已经完全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 人们不仅要对无人机进行远程遥控 还要对远程目标进行实时攻击 因此查达一体型无人机 因缘而生 对查来说如何的寻找到你需要的目标 那么你需要进行持续的观察 那么你需要对目标的自动的提取 进行的锁定等等的这个过程 对打来说 你得有相关的打的手段 你得有精确的导弹和炸弹 那么你也能够进行发射 能够锁定到目标上 能够精确攻击它 李东长期从事我国飞行器的预先研究工作 曾参与过尖石 骁龙等多种型号 有人战斗机的研制 凭着对无人机的一种热爱和执着 他和他的团队开始研制 被命名为翼龙的查达一体无人机 他们所要设计的无人机 是既可以长时间的空中飞行 还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 和较强的武器搭载能力 为了设计出这样一款无人机 李东带领着他的团队 不断努力探索着 我们采取了一个尾制发动机的布置方式 那么它是在采用了推进式的螺旋桨 那么这个是因为我在机身的头部 需要布置我们的侦察设备 比如说我们的光电吊舱 还有在机器下面我要布置我们的导弹 那么这样的话避开了螺旋桨 对它们的影响 那么我们的机头原来我们的机身 是一个细长的一个棍 那么它没法容纳这个无形通行天线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进行的进入的更改 把机头鼓起来了 容纳我们的无形天线 无人机顾名思义 就是没有驾驶员的飞机 人在千米之外的平台上进行操控 机身下方的光电球 就是无人机的眼镜 设计师们通常把光电球 叫做EO 那么机器如何适应 不同的这个场景 复杂的场景 如何适应这种千变万化的目标 特别有的目标 还是这种伪装的隐藏的目标 你如何能把它抓出来 为了能给操作员提供更清晰准确的画面 光电球把电视 红外 激光测距 激光照射 等四种功能合为一体 它可以在几十公里内快速搜索到目标 锁定目标 随后测定出目标的距离 角度等各种参数 引导武器 精准打击 我们用的是计算机的图形的处理技术 我们把以前的鲜艳的一些这个目标的模板 传到计算机里边 然后利用计算机进行这个像个图像匹配 能够自动的把一些感兴趣的目标 从复杂场景里边自动的提取出来 提示给操作手 光电球真的可以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搜索到目标吗 我们准备给E欧出个小难题 那么光电球对于近距离的目标能搜索到吗 由于受到光电球限度的限制 我们只能把它架在最远的窗台上 对楼下的记者进行搜索 他在天空自由翱翔 敏锐的眼睛 超强的力气 让列舞无处遁情 无处可逃 敬请收看搜索科学 空中一龙 测试的结果表明 尽管距离记者很近 但是光电球依然可以搜索到目标 并且在记者整个行进的过程中 光电球都能快速跟踪并锁定 从搜索到转到稳定对你跟踪的这个过程 时间可以看到是很短的 基本上我们就一两秒钟就能转入到这个过程 后续的这个稳定跟踪的这个过程 相对而言 在市场内部是比较稳定的 一龙之所以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 不仅仅是因为光电球的应用 它和雷达系统相互结合 让一龙实现了远距离监控能力 我们是把我们的雷达和我们的光电设备 进行的联合使用 雷达可以在50公里这个范围之内 寻找到目标 那么我们的这个光电设备 可以在25公里左右发现目标 然后对它进行锁定 侦查能力的提升 让一龙的搜索范围越来越广 精度越来越强 除此之外 在发动机的选择上 设计师也下了一番功夫 发动机对于无人机来说 它就是它的心脏 提供动能 提供电能 为全机供电 为飞机提供动力 那么如果我们的飞机失去这个动力 那可是不可想象的 这也会出现坠毁或者怎么样的情况 影响到飞行安全 甚至影响到地面人员的安全 在任何一款飞机的设计中 发动机都是重中之重 如果发动机推力不足 会直接影响飞机的动力和载重 无法满足作战的需要 因此一龙的设计者们 对发动机进行了提升 采用了最新型的发动机系统 我们第一次在国内 第一次使用了 沃伦罗泉桨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 它的功率更大 重量轻 而且适应能力更好 为了获得飞机加性能 工作人员还要在地面 进行发动机试车工作 这相当于一辆汽车的磨合 是飞机上天之前 必不可少的程序 在发动机长时间运转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观察发动机的参数 任何异常情况的出现 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恶果 在台架上模拟空中的状态 因为我们可以模拟空中量 空出量 模拟它的一个空中状态 然后再加上传感器 返回的实时数据 来判断 初步判断发动机的问题 检测是否达到我们的要求 然后再进行装机 一龙 作为新型查达一体无人机 除了具有超强的侦查能力 在弹量上 也大幅度提升 我们飞机上可以带了 六个外观点 那么这六个外观点 可以一共可以带 四百八十公斤的武器 如此多的载弹量 如何才能让无人机 轻盈地飞起来 是摆在设计师面前 最大的难题 因为机体重量的减轻 就意味着燃油消耗下降 和载弹量的提升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实验 就是在通过无数次实验 来选取一种 既能够达到减轻重量 又提高飞机的性能的 这么一个材料 像这样的拉伸试验 设计人员不知道做了多少次 根据试验的需求 得到材料的拉力 强度的极限值 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最终 设计人员找到了一种 重量轻强度大的 复合材料 从而大大减轻了 飞机的重量 在无人机的生产过程中 经济化程度更是无可挑剔 哪怕一个简单的小零件 对飞机来讲 将来都有可能成为 它的致命商 如果飞机漏油 后果不堪设想 在中航工业 成飞的生产车间里 整个下工过程 被严格控制和执行 足以体现了 无人机生产的 精细化加工程度 我们要帮相当多的零件 把它一起组装起来 把它装配成 一段一段的结构 最后来我们把 这一段一段的结构 再拿来进行 一个结构的转装 就是所有的零件 一个也不能缺 所有的功能要求都有 除了没有飞行员乘坐的 坐舱的以外 这里就是翼龙的出生地 无人机的各个部分 在这里进行最后组装 调试 焊接 布线 每一个零件的安装 每一道工许的完成 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飞机来的时候 进入我们总装厂房 它就是一个空架子 我们细称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骨架 那么我们如何把它的 神经系统 我们所说的电网 我们的血液系统 我们就是我们的液压燃油系统 以及我们的心脏发动机 包括我们最主要的一些器官 比如说飞控的器官 侧控器官 就是说飞机和地面 通讯的这种通讯器官 我们怎么组装在一起 工作人员把各种零件 设备和无人机系统 安装在无人机的身体里 这就相当于给无人机 增加了肌肉 神经和血管 随后对无人机系统进行调试 最终 一架完整的无人机 出现在人们面前 整体机身的完成 仅仅是翼龙的一部分 为了让它飞得更高 更稳定 还要有一系列的地面控制平台 如果说发动机是无人机的心脏 那么各个操控系统 就是飞机的灵魂 在地面的操控台 就是控制无人机的飞行 并下达任务指令的地方 这个是飞行员操作的 操作咱们这个飞机 往哪飞 这个呢 是操作那个任务展合 就是光电球往哪看 但打击目标 打哪个目标 是这个操作 特别是打击地面目标的时候 飞行员和这个任务员 要进行一个配合 走进无人机的地面控制舱 就能亲身体验到 无人机的真实操作 在飞行前 必须要先进行航路的规划 规划好以后 飞机可以自动地按照 咱们规划好这个航路进行飞行 它可以完全自主 因为操作系统的精密协同 无人机可以根据预先设定好的路径 进行自由倾降和飞行 对特定的目标 进行跟踪搜索和定位 当周围环境出现特殊变化 还可以转换成人工 进行操作 现在无人机系统已经完全成熟 非常容易操作 但是整个研发的过程 却非常复杂 不仅需要工作人员 进行系统优化 还需要有经验的试飞员 不断进行试飞 把飞行的感受 反馈给设计人员 最终不断改进和完善 每一次试验飞行 对翼龙来说都是一次考验 尽管在地面上 进行了大量模拟仿真试验 但是设计师们还是有些担心 现场情况复杂多变 谁也不知道 它究竟会遇到什么问题 压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一个新飞机出来以后 在没有飞之前 你都不知道它会是怎么样的 结果上去以后 哪个正方出故障 一出故障 就可能存在摔飞机的问题 比如说发动机 停车了 能够说数据链中断了 在数次的试飞中 翼龙又迎来了一次实弹拔考试 考试的题目是 要检验导弹攻击预设目标的精准度 所有人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也是检验翼龙的好时机 装上武器之后 翼龙无人机冲出了机库 做好了作战的准备 飞行员不断观察着各个系统的每一项指标 保持无人机的高度和速度 此时各项指标性能一切良好 慢慢地翼龙沿着固定轨迹 出现在屏幕上 那么翼龙能经受住考验 顺利完成查打任务吗 和有人机一样 无人机的制造 对设计者来说 一点也不轻松 设计 论证 修改 定型 经过多次的地面实验 今天 翼龙无人机 真正 飞翔在蓝天上 然而 目标的搜索 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 这个操作杆在移动的时候 但是那个光标并没有跟着你走 这样呢 就是说 你想抓住的目标 没有按你想象的方式抓住 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目标的锁定 还有打击的目标 打不准 刀弹发射后 翼龙并没有按照设定的目标 进行攻击 而偏离目标 就意味着任务的失败 那么 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 无人机 它是通过数据链 进行 跟飞机进行连接的 数据链来回 它是有个 时间延迟的 从画面造成的抖动 可以看出 数据传输带来的影响 非常大 哪怕一秒的延迟 都会导致移动目标的偏离 降低打击的精准度 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延时问题 我们一方面是训练 我们操作手 重新捕获这个能力 用人力来实现 来弥补 另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采取了用 计算机图形处理的技术 来把它这个过程弥补 增加了一个实验 补厂器 补厂设备 通过这个补厂设备 它可以自动去搜索你 你人想抓的这个目标 通过这个仪器设备 去它去捕获 你人工在你想 在操作那瞬间 想抓的那个目标 经过改进 一龙解决了延迟的问题 它再次飞翔在蓝天上 操作员不断搜索 找到了目标 随即跟踪 并锁定目标 现在是锁定状态 当四个脚出现 这个小框的时候 就表示 出于锁定状态 下一步就是 观察武器的发射条件 如果满足之后 就可以对满板 进行动机 然而就在此时 却突然发生了 特殊状况 导弹发射出去后 它有发动机 要喷出那个尾焰的 尾焰上来以后 就把我那个光电球 那个镜头给当了 把这个镜头给当了以后 你就目标看不见了 相当于目标丢失了 丢失了以后 这个在打击的过程 是非常紧张的时刻 如果在发射之前 光电球捕捉目标丢失 操作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调整目标进行跟踪 然而这一次脱离目标 是在导弹发射之后 如果打击的目标丢失 将无法摧毁目标 就意味着任务的失败 当时弹也在空中飞行 然后此时给我的时间 也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在快速的反应之后 将目标重新锁定 然后完成了 对这个把镖的攻击任务 此次是非暴露出来的问题 让工作人员心有余悸 如果是在实际战争中 目标拟胆丢失 不仅目标无法摧毁 造成导弹的浪费 更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 为此他们对光电球的 搜索跟踪能力 进行了提升 这个自动跟踪的能力 自动跟踪的能力 不是说你这个一掉了以后 它不偏 而是说自动的跟踪在 你刚才锁定这个目标的位置 这样的话 它就即使是折挡一下 在这几秒钟的时间 在这烟壶折挡几秒钟的时间 它还能锁定那个目标 不会丢失 经过了数次的试验飞行和调整 翼龙具备了良好的飞行性能 并和地面控制平台精准融合 它可以长时间在空中飞行 并快速准确地查找目标 在屏山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和田屏山县发生6.5G地震后 空军11时10分 派出一架无人机赴镇区侦察灾情 不仅如此 它所附在的各种新型尖端武器 让它具备了超强的攻击能力 我们的这种长汉式无人机的这种出现 那么意味着我们的对很多敏感地区 敏感对热点地区的持续的监视和控制能力 是大幅提升的 某种程度上有的地方是可能会填补 空白 在2015年的阅兵中 翼龙出现在了我国空军的编队中 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翼龙武装部队 让我空军首次具备了无人侦察打击一体化的作战模式 迅速形成战斗力 可执行监视侦察及对地攻击等面部 插打一架无人机自参演以来 每一次发射导弹都准确的命中目标 它无论是图像的实施回传 以及打击效果的评估都很好 这种侦察打击一体无人机 装备空军部队之后将在反恐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它跟有人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协同配合的关系 实现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 实现更多的作战样式 实现更多的这种功能 翼龙以他良好的机动性能 浑身散发着惊人的力量 他超强的侦察能力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他犹如一条长着坚毅的龙 在空中四处搜索着 敏锐的眼睛 超强的杀伤力 时刻准备着 他再次为我国的国防 铸添了一把新的利刃 神舟飞船返回地球的道路 会遇到诸多艰难险阻 航天科技人员如何将艰险一一攻破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神针返回